国家元首配合今年的联邦直辖区日 共赐封356名有工人士 国际影星成龙就是其中一名授封人士 你没听错 就是那位在电影里老是打不死 现实中却跟其他男人一样 会犯错的国际影星成龙 成龙获封 这宣贤在这个从2008年才开始的联邦直辖区 封刺制度当中排行第二高 仅次于Sarimacota Villaya拿督司里的熏险 受封的消息一传开来就在网上引起关注 成龙头戴送骨的照片处处可见 其中有网民表示支持 但却有更多的人都在质疑 有人认为这只是开始 其实除了成龙 还有哪些娱乐圈的有工人士受封过拿督 翻查资料 受封拿督的本地华裔演员 其实并不多 当中只有同样为武打巨星的杨子琼 他在2012年获得霹雳州苏丹 班次拿督司里熏险 那是他受封拿督相隔11年后 另一次的upgrade 第二位就是我们熟悉的演艺界长青 黎明依 他在2013年获得彭亨苏丹 班次拿督熏险 那在大马受封的外国艺人呢 其实成龙并不是第一人 把莱坞巨星杀鲁汉早在2008年 就获马六甲州元首颁发拿督头衔 除了海外艺人 之前也有不少领域的外国人受封大马勋弦 其中较广为人知的 包括前部国驻马大使 柴喜在2012年受封为DMSM拿督 台湾佛教祖际基金会创办人正典法师 2012年受封为DGPN拿督司礼 连养子穷的法国人未婚夫拓德 也曾受封拿督司礼 册封谁 任何勋弦 当然是马来统治者的权限 不过这一个年头获封的人士 尤其是拿督头衔的人实在不少 惹出争议的也不少 尤其当受封者名气越大的时候 抨击的声浪就更大 这个年头的拿督不好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